我是为了最希望的 你能够幸福 对于我来说 这就够了 我 就是她男朋友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 走到最后 你说大骗子 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 啊 启文 我们都累了 却没办法往回走 嫁给我 你就是故意的对吗 小师妹 你怎么会担死啊 我让你别说中了 我让你别说中了 谁说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破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我安容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走 给我一个理由 除了对不起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这就是幸福 我想不通 妈 您不是说心梅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爸爸 那我们的事您怎么还不同意啊 没错 当年啊 他是照顾过你爸爸 但是这件事情呢是一码归一码 不能因为他照顾过你爸爸 我就把自己的儿子给卖了 你什么叫把我给卖了 我又不傻 我又不是小孩 我还分不清好赖 别的事情都可以 但这件事情啊不行 我看你啊 就是鬼迷心窍了 赵新梅这个人呢 心眼太多 你肯定当不了他的家 你非要跟他结婚呢 最后吃亏上当的肯定是你 我一大老爷们我能吃什么亏啊妈 妈 咱们 咱们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那个 心眼多 也是一个好事 可以帮我长点心眼 对我也有帮助 是不是 这不挺好吗 你真是气死我了你 我怎么记得你以前是最讨厌他的 怎么 现在改主意了 那个 以前不是不了解吗 现在 对他的成见随着慢慢地了解啊 觉得之前那些都是误会 没多大事 再说了 妈 毛主席都说 要允许人家犯错误 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改正错误了 那就是好同志 是吧 那个 心梅要是能给您当儿媳妇啊 你说这家里大事小行呢 您得省多少心啊 我跟你说 他比叔龙能干多了 你这越说越离谱了 真是的 当年 他对你妹妹干的那些事情 你都忘了 您怎么又说回来 我刚才不都讲了吗 那些事 都是误会 没多大事 再说当年 他们年龄都小了 都不懂事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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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不同意啊 只要是我活着 他就别想进咱们家这个门 你记住了 妈 我是您儿子 您也了解我 我是宁可前进摆不死 绝不后退半步声的主 您 您要是不让心梅进这门 把我也赶出去 我 你想气死我啊 臭孩子 好笑话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真的爱我哥吗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吧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吧 不过既然你问我 我也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你 我真的爱你哥 我想嫁给他 和他拥有一个家 那齐伟呢 我爱过齐伟的 不过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的爱云淡风轻的 没什么责任 也并不长久 当我看到陈国的时候 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让我觉得特别踏实 他让我想弄一份天长地久的爱 我就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知道你和阿姨 多少对我会有一些想法 没有关系 时间能证明一切 只要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不好的 我愿意改 其实我跟我妈主要是担心 你是真的爱我哥这个人 还是爱他的条件 看你说的 你哥人好 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 是许多姑娘心目当中 理想的对象 我也一样 我也爱你哥 我爱他 当然也爱他的条件 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对你哥就那么没信心吗 淑蓉 你就相信我这次吧 相信我 没有哪个女人 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当做堵住的 我妈那边 我会去说的 谢谢啊 不用谢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哥 是哦 那你再帮我一个忙吧 你把阿姨先带出去 晚饭的时候再回来 妈 我觉得刚才看那几件都不是很好看 我们要不再去那边逛一逛吧 哎呀赶紧回去吧 我惦记你哥哥 他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担心他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了 我哥他成熟稳重 不会干出来的 哎呀成熟稳重 还跟赵新美好啊 走吧赶紧走回家啊 听话 好啊 来 您收拾您尝尝 应该挺甜的 好吃 甜 成熟 爸 新美这姑娘多好啊 孝顺 您可不能欺负她啊 爸看您说的 我疼她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能欺负她呢 新美 我可是把成熟交给你了啊 你们两个一辈子可要好好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成熟的 哎 哎你看 快点 他们两个要结婚了 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阿姨 妈 哎 陈国 你自己选的路 可要一直走到底啊 谢谢妈 谢谢妈 妈 那个 妈 爸 过两天啊 我就调回咱们这儿的部队 以后啊 有时间我们都回家看看你们了啊 好好好 什么时候到新地方报到啊 过两天 过两天我想 跟新美领了证之后 带她一起去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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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走 新美 到了部队可得照顾好自己 别什么时候到瞎场呢 知道吗 知道 陈国 到 妹方 我就新美这么一个妹妹 今天我就把她交给你了 你可得好好对她 我要是知道你欺负她了 我就 我没事 你别说 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新美好的 走吧 新美 陈国走了 走啊 走啊 爸 走吧 记着 给爸爸写信的 打电话 爸 那您多注意身体 好 上车吧 还要赶过我的 好 那我们走了 哥 您照顾好吧 放心吧 走 走啊 呀 走啊 都行 好 来 一 二 三 好 好 大家来笑开心点 来 再来一张 好 可以了 同学们 来 我给你借来一个特别牛的相机 你去那个教学楼跟前 我给你照一张去 背着你给他们照去 我还有点机子 我先走 什么事你照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这是怎么这样 怎么是你啊 子博哥 你到这儿来不上课啊 上课 不上了 退学了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子龙 你看 我看看 你可以啊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转眼都四年 你都毕业了 也就是不辜负你的期望吧 分配在哪儿啊 市建委办公室 给领导端茶倒水 给打扫维生作喜呗 你真行 我都有点羡慕你了 羡慕什么呀 咱俩都是打扫维生 我在屋里 你在屋外 你俩这个皮啊 叔叔 你说本来今天也应该是你毕业的日子 就这小本儿 你也应该有一个的 但是呢 你不用灰心 咱们还年轻 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就把话撂这儿来 以后 谁变成什么样 可真说不定呢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 就是的 而且我觉得你以后能特别好 你能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都自卑 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这个你说好了 对了 下几点你知道吗 我出来时候四点 现在也就四点半吧 我还得有一个小时才能下班呢 你先回去吧 不用 我在这儿等你 来 你等一会儿啊 牛城国 这车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应该快来了 什么快来 你赶紧催催 要不咱们俩像个傻子似的 站在马路上 让人看笑话 多丢人哪 这有什么丢人的呀 我也是服从组织安排 再说转业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你乖乖服从安排 我也没看别人服从啊 你真的是站岗 站在脑子都傻了你 我要是还留在原来那哨所 第一 不用转业 第二 还能再往上提吧 当初你要是听我了多好 不让我这么着急地回海城 也不至于久今天这样的事 你现在是怪上我了啊 所以今天咱们俩沦落街头 呈现在这个样子 你都怪上我了 是我的错 我 我的错 都怪我 你拿着 我去买水喝 车快来了 陈国哥 喂 美剑 在这儿等车呢 欣梅呢 欣梅呢 欣梅 她说她买 买瓶水去 是看到我来躲着我呢吧 不是 你跟她说啊 好姐妹要常联系的 谢谢啊 谢什么呀 那我先走了 好 车来了 来 欣梅 来 欣梅 来 不用 坐下 我不坐 刚才那个王北娟 她跟你说什么呢 她说你们是姐妹 以后常联系 她这人平时看着还挺傲气的 实际上 人还挺真诚 挺热情的 她真诚 她不过就是觉得 可惜了自己一个当面 看我笑话的机会 我跟她什么时候算姐妹啊 你看你欣梅 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 干嘛老把别人往坏处想 我是不阳光 你阳光 所以你被别人从部队挤出来了 行 我不跟你吵 我也吵不过你 反正这事已经出了 咱们俩就得一起扛着 是我帮你扛着 行行行 你帮我扛着 你让她出来 要适应 nom 师母 师母 真的是你啊 古江啊 这么巧在这碰巧你 咱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是啊 你怎么会走到这条道上呢 我这个单位在这附近 师母您这身 买菜来 那个 老师进来身体还好吧 时好时坏的 那姝荣和陈国呢 陈国还在部队 姝荣 跟他们一样 扫大街呢 这孩子给耽误了 对了 你怎么样 你还挺好的吧 还在原来那个单位 我不在那儿干了 我现在在服装厂呢 你在原来那个单位 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你都干了二十年 都当领导了 怎么又跑到服装厂去了 上边让我去那边当厂长 那可是太好了 你们老师啊 曾经啊 跟我常常念叨你 说你啊 很有出息的 好好干吧啊 这不还是多亏了 我给了牛老师当初的教导啊 那我就回去做饭了啊 有时间到家里来坐坐 你们老师要是见了你啊 肯定会很高兴的 好 一定去 回去啊 好 再见师母 再见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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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树荣现在不是干清洁吗 这我们厂里最近有一个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 刘树荣从小是聪明媳妇 您让她来参加一下 我觉得她肯定能行 那可是太好了 那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师母 那我先上班去了 好 回见啊 好 再见师母 再见 再见 好 来 我家到了 子伯哥 再见啊 叔叔啊 叔叔 不请我借你喝口水啊 你家就在那儿那么近 不是 那去哪儿聊聊天也行 有话你就说呗 你说 好 叔叔 你看吧 这个男人 到了我这个年龄 就应该成家立业了 我现在呢 这个业算立了 可是你说我这个家 就让我帮你找对象呗 没问题 呗呗呗 什么你帮我找对象 我将就你还不行吗 什么叫将就啊 不不不 口误口误 我高攀你总行了吧 叔叔 说实话 我早就想好了 等我大学一毕业 我一有了工作 我就跟你求婚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叔叔 你就说你 现在可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再说了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比你都清楚 那咱俩得叫青梅竹马吧 再说 你看你身边这些男孩 有一个能赶上我对你这么好的 再说了 咱现在那也是 事业稳定的人 所以我劝你了 过了我这村可真就没有我这店了 你不臭美会死啊 所以叔叔 我今天正式地向你提出 嫁给我好了 不 叔叔你都没好好想想 当然今天怪我 这节奏太快了 你这样 我给你时间 你好好想想 等你想清楚了 再给我答案好吗 哥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还拿那么多东西啊 新北 哥 回来了 那个 部队里啊 部队里有些事要处理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回去慢慢说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我毕业啊 你毕业那是好事啊 爸肯定特高兴 你不回家 你上这儿来啊 新北 你回来爸更高兴 赶紧回家看看你一会儿 我们先进去了 叔叔 你好好想想 我等你答复 我帮我哥收拾东西去啊 子宝哥再见 行了 程伯 事来了 你就得扛着 难受有什么用啊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还能怎么办啊 去跑跑安置办吧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好找嘛 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找不找个多好的 找个一般的总心吧 实在不行的话 就去扫大街呗 扫大街也是靠自己的商手劳动 不丢人 我又没说扫大街丢人 行了 别说了 新北 行了 别吵了 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你们还跟小孩似的 炒什么炒啊 吃饭吧 吃饭 程伯 你们那牙膏呢 我记得放厕包的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可能走的时候忘拿了 那怎么办啊 那不行 我管爸妈要你 爸妈都睡了 你好意思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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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嘞 吃饭了 走嘞 吃饭了 子伯 吃饭了啊 你们先去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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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伯 还没弄完呢 吃饭了 我不去了 咱也不帮你带个馒头吧 行 随便吧 谢谢啊 走了 找我毛了 德凉 王主任好 你们吃饭挺积极啊 小赵呢 在办公室忙了 小赵挺有干点啊 小赵 饭也不吃了 干什么呢 我还敢输呢 我还敢输呢 乱饭了 这什么 你上班时间 拨动这拨动烂铁干嘛 跟我过来 你喝水 坐下 坐下吧 没事出任务 我站着就行 夏你坐 你就坐一下什么话 小张 你是刚分到我们单位的大学生 你是姓氏带的接班人呢 是不是应该做好 模范带头的作用 上班就应该有个上班的样子 要是人人都像你 瞎捣鼓什么沸通烂铁的话 还谈什么报销祖国 建设祖国 领导对你们这些有为的年轻人 是比较看重的 你是不是应该不让领导失望呢 戴容小 戴容怎么不小呢 你说什么响了 电容小 赵子波 你还想着那些破铜烂铁啊 不 主任我 我什么都没说我 你没说 你长本事 心高气傲 领导的批评 单耳屏风啊 你给我站起来 我治不了你的事 马上去 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来 回来 不得少于五千字 去啊 领导 领导 那个 不用是特别重要的岗位 这 什么岗位我都能做 一般的就行 您 您先看看我前例 别说一般岗位了 就连看大门烧开水的岗位都满了 真的安置不了 我去开会了 不送啊 您 可以 大门烧开水的岗位 我都不缺人 都太好安置 你一个人这么跑也不是办法 要不你问问爸妈 看他们能不能帮帮忙呗 这爸妈都退休这么长时间了 再说我这么大日子 什么事都靠家里 说不定多让人笑啊 而且啊 现在爸妈都退休了 这爸妈正操心树荣工作的事呢 咱就别跟你听了 操心树荣干嘛呀 他不是有工作吗 那也不能扫一辈子大街啊 年纪清新的 有工作换 那就换一个呗 他自己那天不是说 扫大街是靠自己 双手劳动不光 不丢人那么疼 那你 你怎么就跟他过不去呢 妈有没有说 给他换什么工作呀 具体不太知道 好像听说有一工厂要考试招工 那不挺好的嘛 那招工肯定不只招一个人 你去跟妈说说 让我也去试试 你就先别着急了 一个一个来呗 肯定能轮到你 轮到我得什么时候啊 机会不等人的 你就帮我去跟妈说一下 好好好 初荣 你来这儿干什么 这儿又是沙又是垃圾的 不怕弄脏你的新衣服啊 初荣 你也知道我跟你哥刚回来 工作的问题弄得我们心烦意乱的 我要是有什么说的话太重的话 你还是原谅我吧 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 我就是刚刚去买苹果了 然后顺路不就看见你了吗 跟你打个招呼 就买两个 你一个我一个 赵心梅 我认识你不是一两天了 你没事恨不得绕道走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我是有事跟你说 我想跟你道歉 道歉 你要为哪件事情道歉啊 说我知道这么多年 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事 你可能心里也不愿意原谅我 但是我们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姐妹 有任何事情 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你 我的心里话 我只想对你记得 我知道你肯定很奇怪 我为什么突然跑来跟你说这些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 你特意给我留下的那管牙膏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特别温暖 你没有完全把我拒至门外 你还是那个善良的牛书容 那 那个是我不小心留下的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办法了 那我不耽误你工作 好 等等 我这么做可全都是为老哥啊 你等我一下 等会儿 走吧 好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无论环境有多苦 你还是那么乐观 工作又累又枯燥 不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不相信 我是真的爱你哥 我不知道 不过我哥是真的很爱你 是啊 能和你哥在一起是缘分 他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 我很感激他 老天爷会把很多人 带到你的身边 有些人虽然相爱 但只会互相伤害 这种就不是缘分 是孽缘 你指的是 你指的是 舒容 我很后悔当初跟齐磊在一块 如果还是你们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谁都不能预测到未来会怎么办 是啊 过去没办法重来 只能好好地把握现在了 虽然说我跟你哥回来之后 就业遇到了一些困难 转业的那些钱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携手并进 一定是能够渡过难关的 对了 舒容 你们这儿还招人吗 我也可以当清洁工的 我想帮你哥 减轻一点生活的压力和负担 你以为清洁工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那难不成 这门槛还特高啊 当然高了 那个明天我爸的学生介绍我去工厂应聘 你要不就跟我一块去吧 真的 舒容 那太好了 我都不知怎么谢谢你了 你别谢我啊 我先把话说清楚啊 我可是为了我哥 我不是为你啊 听明白没有 好 为你哥 新梅 快点儿 来不及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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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了 你 你 这是 要参加选美啊 那就对了 这不是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吗 还行吧 太好看了 走吧 这两个女的怎么穿成这样呀 就是又不是文工团子怎么整成这样 怎么干活啊 对呀 是 最近来应聘的女的怎么都这样 好 那个一会儿点到名字的人就进来 其他人在那边等着不准喧哗 那我们这次招聘的名额不多 只招两名 期待你们的好好表现 只招两个人 才招两个人啊 两个刚刚好啊 哪里刚刚好啊 你一个 我一个 两个 叶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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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吗 叫你 哎 加油 哎呀 你别看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看 走 你肯定没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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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把这块便当给我看看 这个吗 对 这是几成新的表 八十元金 这块表多少钱 一百二十块 一百二十块 这不就直接零下装在一块儿吗 这么贵 你先贵别买 您好 咱们这儿有那种 回收的旧表 或者是修不好报废的吗 修不好的你拿来做什么 今天去看宝宝 我去完就去 妈 这没了 人家早就去了 人家比你积极 他怎么走的时候不叫我呀 真是的 你看 你看 你们俩刚和好 你又开始依赖别人了 是不是 要我说 你呀 你应该呀 什么事都自己做主 比老跟他在一块儿 妈 我知道 妈 你快吃包子 一会儿就凉了 你以为让我吃饭 我就不说你了 这个赵新梅呀 可比你有心眼多了 妈 我吃饱了 我去看晚了 妈 再见 你这饼还没吃完呢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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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挤了 大家都别挤了 只有王霞 牛 树荣这两个人考上了 其他人都没戏了 大家都回去上班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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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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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树荣 恭喜你啊 我就知道你没问题的 你还没有想到 你又知道吗 总是王霞护的 你也不吓过 对吧 你会不让一年 第二天 你不急败了 他就没问题了 大家都会打去 差不多了 你也听见过了 这跟我们有什么情况 我去对你 你也听过了 走 那接下来你打个领导 再找机会吧 要不我去问问我的领导吧 正好我走了 可不可以让你躲进我的位置 没说是小达接啊 对啊 上次不是你让我问的 先说吧 我可以啊 他就是那个王霞啊 应该是吧 你等等 我没见过他 那天人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住啊 我当然记得住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过我在候场的时候 那每个候选者 我都仔仔细细地观察过 我唯独没有见过他 按理说这个面试也没有第二场啊 我知道 他肯定是靠关系走后门进来 你怎么知道啊 淑蓉 你先回家 你别等我了啊 你要干什么去啊 你别等我了 你别等我了 那个 上级领导马上就要来视察了 你把手头的工作整理明白 有什么不明的地方赶紧告诉我 好的 去忙吧 好 程长 程长 怎么 你找我 进来吧 进来吧 怎么 是落榜了吧 我是第三名 我们这次就招两名 你这第三名和最后一名是一样的 但我其实应该是第二名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有人走了后门顶替了我的位置 好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们这么个不尊与我的想法 我不会再相信你 我是冤枉的 拿这么点小事支持的吧 什么叫小婶啊 世界上 我只叫姓妹一个女人 我从来就没有听见过爱你啊 我已经结婚了 我只没想到你 你这么自私